欢迎来到我们的电车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些挺有料的新闻要分享给大家 从Tesla和Amazon的心动 Amazon的最新动态 到美国零售市场的亮眼表现 再到科技创新 如何推动交通运输的变革 我们将带您一探究竟 首先让我们来聊聊Tesla和Amazon这两个玩家 我们来聊聊Tesla和Amazon车技巨头的最新举措 Tesla计划财源超过百分之十 这一消息无疑给电动车行业带来了不小的震动 Amazon则在其余120个仓库安装了超过 安装了超过170个电动车充电器 成为美国最大的私人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商 这些举措不仅揭示了市场的挑战和机遇 也展示了企业如何在变化中寻找成长的途径 接住我们来看看美国零售市场的情况 3月份的零售销售数据超出了预期 凸显了美国消费者在面对通胀压力时的韧性 这一增长不仅反映了强劲的就业市场和上升的工资 也显示了消费者对未来经济的信心 最后让我们来探讨一下科技创新 如何推动交通运输的变革 从加州州比Aviation公司开发的电动垂直起降飞机 到小米公司大胆进军电动车市场的举措 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技术的突破 也反映了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 那么这些发展将如何影响我们的未来呢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一起来探索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 在近期的商业动态中 Tesla和Amazon这两家科技巨头的最新举措 引起了广泛关注 而美国零售销售数据的上升 也为市场带来了一抹亮色 这些发展不仅揭示了当前市场的挑战和机遇 还展示了企业如何在变化中寻找成长的途径 根据CBC的报道 Tesla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 面临着销售、下滑和激烈的价格战争 计划裁员超过10% 这一决策来自于蜥、欧埃龙、瓦斯克的一份内部备忘录 启动明确表示 为公司的下一阶段增长是为了准备公司的下一阶段增长 有必要全球减少超过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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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的员工人数 这一年来Tesla的补价已经下跌了 31%与子行程鲜明对比的事 东京和通用汽车的补价都有所上涨 Tesla的这一举措凸显了电动车行业竞争的激烈和市场环境的艰难 另一方面根据Bloomberg的报道 Amazon已经在美国其约120个仓库安装了超过17 每一个电动车充电器成为该国最大的私人电动车充电器 成为该国最大的私人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商 这些充电器主要为Amazon并购的10万辆Rivian电动送货车提供动力 Amazon熟其交付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 尽管Amazon在2019年承诺最终终止公司对全球变暖的碳排放贡献 但其运营在2022年产生了7100万公吨的二氧化碳导量 比起来增加了近40% Amazon还未能对其长途运输进行脱炭 单预计明年其可再生能源消耗将与其电力消耗相匹配 显示出其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努力 在零售市场方面 根据Associated Press的报道 美国的零售销售在3月份从2月份上升了0 7%超出预期凸显的美国消费者在面对通胀压力时的韧性 2月份的零售销售经修正后上升了0 9%而1月份下降了1.1% 提出汽油价格后零售销售上升了0 一般商品店销售上升了1.1% 再销售上升了1.1% 再线销售上升了2.7% 然而电子和家电商店的销售却出现了下滑 强劲的就业市场和上升的工资 推动了家庭消费 尽管提高的信贷成本和更高的价格影响了消费 这些发展显示了企业和消费者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 寻找机遇和应对挑战 无论是TESL的裁员计划、M3对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投资 还是美国零售市场的增长 都反映了当前商业环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随着企业继续寻求创新和可持续性的道路 市场的未来发展值得关注 在当今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 企业的策略和发展方向经常需要调整 以适应市场的新趋势和挑战 从全球能源巨头BP对其电动车EV充电业务的调整 到汽车制造业劳工组织的新动向 再到分析师对于一些上市公司表现的最新预测 这些故事都揭示了行业内部的变化 和企业如何应对这些变化的策略 The Globe and Mail报道 BP在其电动车充电业务BP Post中 采减了约10%的员工 并退出了几个市场 原因是商业电动车车队的增量速度低于预期 该公司将其运营的国家数量从12个减少到4个 专注于美国、英国、德国和中国市场 BP Post超过100名员工没值 这些员工要么转移到公司的其他部门 要么离开公司尽管有这些裁员 BP声称其电动车的雄心壮志保持不变 计划到2030年在全球拥有100个充电点 Doomberg的一天文章揭示了 汽车工人联合会议W即将实现的一个重要胜利 这可能会让它成为美国第一个组织 外国商用汽车制造商的工会 这场在大众汽车服务可爱跟工厂的决定 可能会给工会在南方的工业基地 提供一个关键的立足点 UOW希望在大众的胜利能激励其他工厂效仿 正如该工会去年在底特律的成功 已经导致了在梅塞德斯和其他汽车制造商处的类似努力 然而如果大众拒绝UOW可能会阻止工会的进一步发展 另一方面的Global Mail也报道了 关于一些上市公司的最新分析师评级和预测 国家银行金融分析师Facial Streele预计 老博公司在第一季度的财报中将显示出稳定的执行表现 得益于食品店通胀的降低和Shopper's Drop Mara的强劲表现 Streele预计Laboral的每股收益将从一年前的1.55美元上升到1 6月Laboral进入药房领域的多元化 将影域的多元化将有助于在食品店通胀低迷基建保护它 并且它对该部保持了积极看法和超额表现的推荐 与此同时CORES娱乐的第二季度业绩符合预期 但国家银行金融分析师Adamsan认为 该公司的成本血验措施不够深入或快速 且电视广告前景可能继续令人失望 因此它将对CORES的评级从超额表现下调至表现不佳 业绩公布后 CORES的股价破跌收获26% 其他分析师也下调了对该部的目标价格 最后Dash的人Security损析师ZroomW认为 面对电信行业持续的竞争 效率将是Kojako通信的关键 BCE的市场份额扩大计划将对Kojako的增对扣成压力 W对Kojako通过其在美国的Brizo W有限电视运营商推出无限服务的成功 表示怀疑 W对Kojako通信保持持有的推荐 这些故事展示了企业如何在面对市场变化和挑战时 做出战略性调整 无论是通过裁员性调整 无论是通心定位业务重心 还是通过调整产品和服务组合来应对竞争压力 这些变化不仅影响到公司自身的发展 也影响到人工、投资者和整个行业的未来走向 在当今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 科技创新和博际竞争正在塑造我们的未来 从电动空中出租车的即将问世 到中美制造业补贴的角力 再到小米公司大胆进军电动车市场 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技术的突破 也反映了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 首先来自Yahoo!US的报道 告诉我们加州的周比Aviation公司 正在开发电动垂直起轿EVTOL飞机 并计划到2025年 与Uber相似的价格向轰动 启动空中出租车服务 周比已经完成了超过1000次的试飞 像丰田和达美航空这样的大公司的支持 然而在EVTOL能够商业缓运营之前 还需要克服监管批准的重大障碍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AFO表示 规模化空中出租车市场 最早可能在2028年推出 周比Aviation计划在2025年 再低化在2025年 在迪拜启动骑手批飞行 尽管只需要得到监管机构的批准 记住Mikensha的报道揭示了 中美之间在制造业补贴上的争斗 正处于拉开序幕的阶段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 最近访问中国 曝显了中国过剩工业产能问题的迫切性 中国政策制定者通过大规模的国家补贴 来推动制造业 但这种过剩生产最终将通过人为压低的价格 影响全球市场 美国越来越意识到 来自中国的廉价进口品的负面影响 无论是乔拜登总统还是前总统 还是前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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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能采取报复性关税来回应 论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如何 中美贸易战的升级似乎在所难免 最后 雷卡社令营电报导带了 小米公司进军电动车市场的大胆举措 这家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 推出的SU7MAX电动车 价格不到特斯拉和保时捷竞争对手的一半 SU7MAX拥有800公里的续航能力 和265公里小时的最高速度 性能超过了特斯拉Model S 和保时捷Taycan 该需付的售价为299 900元人民帝约600000006美元 而特斯拉和保时捷的售价分别为698 900元和1520和1520 零元小米在SU7发布27分钟内 就收到了超过50 000份于零份预定 公司计划在未来 10年内投资100亿美元于电动车研发 并目标在15-20年内 成为全球前五大汽车品牌之一 小米利用其智能手机技术和生态系统 通过其HyperOS操作系统为电动车驾驶者提供 这些故事展示了科技创新 如何推动交通和制造业的变革 同时也揭示了全球经济竞争的新动态 无论是空中出租车的即将问世 还是中美制造业补贴的争斗 亦或是小米公司的电动车市场进军 这些发展都预示着一个更加互联互通 和竞争激烈的未来 在当今这个时代交通运输方式的转店 不仅是科技进步的体现 也是人类对环境保护意识提升的一种反应 从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 对电动汽车EV充电设施的政策 到电动汽车快速充电的成本波动 再到中美竞争背景下 中国商业领袖对市场的乐观态度 这些故事背后都反映了当前社会 对交通运输变革的不同态度和期待 根据说RantoSala一段超时2的报道 安大省的福德政府最近决定 不强制要求新家庭安装电动汽车充电器 这一决策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批评者认为这是一种短视 请为他们指出 在新家庭建设期间预先安装所需的电线 相较于整体房屋成本来说 额外成本微不足道 且能显著降低日后安装硬力充电器的成本 虽然安大政府一直支持电动汽车产业 但批评者认为政府在帮助屋主 减少碳足迹方面表现得不够积极 政府过去从未对建筑和电器规范中 要求安装电柱和电动轰前机电路 提出类似的反对意见 不在新家庭中包含EV充电基础设施 将会阻碍省内电动汽车的普及 而Globe Nails则关注到了 电动汽车快速充电的成本问题 在安大省Level 3直流快速充电的价格差异巨大 从12加元到35加元不等 这取决于50千瓦时的电量 一些充电站在全国范围内提供一致的定价 而其他充电站则根据各自的标准设定价格 2023年2月一项政策变更允许充电站 根据提供的能量量向客户收费 这使得定价更加透明和公平 然而由于缺乏意志的定价策略和标准 这导致了快速充电逆幣的价格差异 在国际层面 CELTA查了Morning Post报导了 中国商业领袖对于当前中美竞争背景下市场的看法 即使面对地缘政治紧张和经济增长放缓的挑战 中国的商业执行官 而投资者仍然对市场保持乐观 在哈佛大学举办的一个论坛上 大亨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与学者和学生交流 展示了他们对于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后 市场给予了积极看法 这种既有焦虑又充满衡量的乐观态度 突显了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中 中国商业领袖对未来的自信 这三个故事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前社会 对于交通运输变革的态度和期待 无论是在本地层面对电动汽车基础设施的讨论 还是在博企层面对经济增长和竞争的看法 我们都能看到一个共同的主题 在面对挑战和机遇时创新和乐观时 推动社会前进的关键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全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有专业媒体人 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WFan 订阅各种简报 看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电邮收到六度简报